汉光演習 这一次除了我们讲反登陆 反斩首之外 这个第一次出现 挖壕沟 而且这个壕沟出现在 新北市的巴黎 请问余将军 这个是怎么战法 想法来自俄乌战争吗 当然其实 很多人说是我们看到俄乌战争 才开始挖壕沟 才开始做碉堡 才开始做这些 其实不是 我们每一次的汉光演习 都有这些规划 只是没做 以前都有规划 但没有实行 这都是计划中的东西 那每一次长官到这边来 我们就说 这里会有一个壕沟 什么时候挖 作战时候就有 我告诉你 现在里面挖起来 里面一堆蚯蚓都是石头 而且这里面是砂石没有错 可是你要把这些砂包 堆得这么整齐 这要时间去做战场经营的 所以以前大家一个想法就是 不会打仗 不会打仗 不要那浪贯 平常挖个大洞 万一老百姓摔下去 还要赔钱你知道吗 所以以前都有 不是这次才有 以前都有 没挖 没有挖 可是这一次俄乌战争 提升了中华民国 所有国民一件事情 让台湾人想起一件事 就是战争离我们 并没有那么远 我们不想打仗 我们不要打仗 我们要避免作战 可是战争会来找你 乌克兰不就告诉你了吗 所以这一次挖的 全部给它挖起来了 不但挖起来 我告诉你 这个砂包这样堆要堆多久 绝对不是一天堆得起来的 这绝对是一个月前都在做 这叫做战场经营 可是为什么附近老百姓没有看到 因为它挖好以后 上面是有做伪装的 因为还有防风铃 可以挡一下 对对对 还有做伪装的 然后我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 这不是自愿意识兵 这是一个14天的教招兵 他是个教招兵 后来记者问他 他说 真的有够硬 我来教招这14天 没有睡过床铺 告诉你睡哪里 就睡这里面 战争就是这样 就睡碉堡里面的14天 然后吃饭都是在野战里面 来实施吃这个野战罐头 这个武林机枪 为什么架这里 我告诉大家 因为它架出去 跟地面距离大概20公分而已 所以它射击出去 弹道低声 所有登陆上来的敌军 都回来了 我不要把你 我不要把你给消灭 让你跑不动就好了 让你跑不动 然后还要有别人去拖 打伤一个 就要三个人去处理 所以这个作用在这里 而且这武林机枪 这一发子弹 12.5公 那很大颗 打过去不是受伤而已 是断掉 那这个66火箭弹呢 这就是针对 所有登陆的水路战车 登陆的水路战车 有一种战车 它会游泳的 那它游上来 一上岸的那一刹那 这个射程不远 200公尺而已 我就把你打掉 那为什么要在这里 步兵嘛 因为前面还有这个 这个多管火箭 海马斯火箭 还有我们的MU109A6 都要打 打到最后 还有命上来的 才会用到它 才会用到它 但是我们常跟这些弟兄讲 用到你的机会不多 可是用到你的时候 就是决战的时候 你一定要拼到底 所以这是完真的 全部完真的 这些都是教招兵 这不是自愿意的 这都是教招兵 这14天 他找到他的战斗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社口 就是他在这8年里面 教招 只要有战争 他就到这边 但是这个完真的 对岸的解放军 看起来像玩假的吗 他们在同一时间 应该也是故意来对抗 我们的汉光演习 针对性 就是针对性 发了一支登陆影片 因为我们是反登陆 他们就是要抢摊登陆 结果呢 这个影片定格一看 哇塞 矛盾 奇怪的地方一大堆啊 我没有做过登陆 我是陆军的 我是专门做反登陆的 所以反登陆 比起登陆作战 反登陆比较简单 因为我是在原地不斗嘛 以意代劳 但是登陆作战 他要渡海 要换乘 还要抢摊 所以他是比较复杂 那里面有几个问题 按照我们反登陆作战 思维逆序考虑回去 第一个谬误 他的登陆的小艇的队形 叫做什么 叫做一个箭头型 不能这样子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 因为他在小艇行进的时候 他要一边射击 那前面这个箭头型 这样子过去 如果左边有人呢 他过去打不打到自己人呢 所以整个登陆队型 应该是验制型 就是一个斜梯型 是一个T型 所有的这个枪支 不能向左打 都是向右 向右打 对 你才不会打到自己 因为他是这样斜的 你都向右打 向右打 不会打到自己 那如果你变成尖型的话 对不对 你会左右交错 会打到自己人 对 但是箭头型的登陆队型 很漂亮 利于宣传 利于拍片 拍片 看起来那个箭头多锐利啊 这样子你看奔上去 对不对 台军就被我们穿破了 对 那好看而已 不实用 请教于将军 如果你说是一个对照的话 我们的壕沟 这个要挖多长 多深 如果依照他们 这样子的登陆方法的话 我们这个壕沟 要怎么样对照 他们的登陆 当然我们这个壕沟 是按照海滩的 生鱼浅来挖的 跟海滩有关系 对 因为那个海滩 坐摊 什么叫坐摊 就是那个海滩 它的越平缓 那它的这个交法 触底的时间就越早 那它越早的话 我们的阴影时间就越长 例如说 它可能在整个 两三百公尺之内 它的船就不能前进了 就坐摊 因为那个摊很缓 它就卡住了 它就要下台用跑的 如果去过海水浴场 海水的沙子 加上水 你跑跑看 超难跑的 脚会被黏在沙子里 会黏住又会滑 然后你又背着枪支 我告诉你超级难跑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 在这边挖 因为坐摊线很远 整个摊线很长 我这个发挥弹道低深 我可以消灭你 那如果坐摊线 很浅的地方 才会出现这个 才会出现这个 那这个好过有多长吗 就是我们必须挖多长 这一条 这一条将近两百公尺 两百公尺 那深的话是三公尺深 三公尺深 所以它所有要探头出来 射击它这个下面 是有电沙包 不然你是上不去的 所以它是够深 因为够深就是 防止敌人的火炮攻击 因为这次恶物战争 你知道 不只是一般的火炮 连无人机都会来 所以说它必须要有 这个防范 而且它的这个 整个坑道是弯的 它防止一个炸弹 炸下来 整条都炸坏 所以它是弯弯曲曲的 可以避一些弹 所以整个国军的演练 是务实 但是共军呢 他演得真的很漂亮 拍起镜头来 真的是雄壮威 这个很妙 穿救生衣还背了一个背包 在想说 这救生衣是有用吗 是要秀谁啊 这个其实掉下去 就上不来了 因为你全身都是弹药 它是弹药就上不来了 但是呢 它发现最严重的问题 你看它在海滩前面 横向运动看到没有 它是横向运动 它是由左向右跑 为什么呢 比较好跑 不能这样子 一定是向前跑 因为你在战场前面 横向运动 是不是给予 我们的射击手 瞄准的机会 对耶 不能横向运动 这个班全部横向运动 为什么 因为摄影记者在这里 在这里 这样比较好拍 这简直就是 我说句实话 没有领导道德 这叫找死 这如果来登陆 我们台湾的海滩 说句实话 刚才的弹道机身 就完全发挥作用 全部断腿 全部断腿 你说这个 全部断腿 断腿 全部断腿 因为它在前面横着跑 站车上不来 这个给断腿 你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是直的跑 我只能瞄准一个人 一个人横着跑 我可以一个个点名 所以说这在战场前面 横向运动 尤其在登陆海滩前 横向运动 这真早死 另外就是什么 你知道 它这个所谓的垂直上 垂直爬坡 真是好看 但是我们在上面 都有往下 做所有的鬼雷暗雷 根本就不用用炮弹 那直接手机弹 丢下去 在这边引爆 全部都炸死 所以说这都是作秀 另外在草丛里面 大家看过侏罗纪公园 大家看过迅猛龙 如何猎杀这些人类 这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不能进草丛里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所有突击登陆 你不能进草丛 因为你不知道 敌人会在哪里 就跟当时大家看 侏罗纪公园 你进入草丛 那个迅猛龙 在咻咻咻就把你拖走了 后面的人被拖走 前面的人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所以遇到这种 非常深的草丛 除非是我们 完全控制的空忧 否则你不能进来的 所以这一切 突击登陆的作秀 看起来雄壮 威武 勇敢 冲锋 告诉你 但是对我们看来 太棒了 一网打尽 全部在我的 攻击防卫的范围之内